随着国内多个州属的疫情出现好转迹象 内阁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利下午宣布 全国四个州属和两个直辖区 包括槟城、霹利、吉兰丹、森美兰、如福丰盛港、布城和纳敏 从明天12月6日开始解除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不过由于雪兰额、吉隆坡以及沙巴的确诊人数节节攀升 因此实施中的有条件管制措施 则会再度延长到12月20日 Dengan impact semasa dan jangkaan kesan terhadap pemulihan ekonomi dan KDNK negara yang terpaksa dihadapi sekarang jika PKPB terus dilaksanakan dijangkakan KDNK negara akan kerugian kehilangan sebanyak RM300 juta sehari jika PKPB terus dilaksan 红区的副县 是的 多个州署解除管制令的同时 部长也宣布放宽人民的行动限制 从12月7日起解除跨州和跨县的禁令 人民可以自由往来 各个州署不需要再向警方申请准证 不过这个宽限并不包括实施加强行动管制令的地区 即将近3万宗确诊病例 不过政府决定解除沙巴的入境限制 向造访沙巴的民众可以入境 但是必须遵守移民局的入境条例 而且必须在入境3天前接受鼻猴试子检测 红医民的词咖啡 with dem域 最高fits疑 它已经见到 最高 着